尼泊尔4月初爆发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 现在已蔓延到蓝皮尼山区 政府下令收紧山区禁令 强制民众佩戴口罩并遵守防疫准则 而此季在蓝皮尼推动的社区职能培训计划 聘请当地妇女缝制布口罩 参与者从最初33位逐步增加到96位 最新目标要缝制15万个布口罩 提供给当地民众和军警人员 除了在社区架起防护网之外 培训妇女也能赚取收入 收到此季方法的粮食 职工来到马西纳区为贫困家庭提供粮食 398户家庭民众戴着口罩前来领取 可见防疫警觉心已经提高不少 与百分之后 口罩互健康 物资公温保 这一条防疫之路 此际与尼泊尔民众也是 携手同行 大爱新闻优尼斯 马努基 尼泊尔报导